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语 前国务卿蓬佩奥对拜登总统4月28日晚间 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进行了评论 他称拜登对美国的愿景是激进且带有社会主义的 在拜登向国会发表了长达一小时的演讲后 蓬佩奥发表了上述评论 拜登在演讲中吹嘘他的执政成果 并呼吁国会议员通过一连串的措施 以推进民主党的议程 包括枪支管制、基础设施 HR1也被称为2021为人民法案 及针对扩大邮寄投票权等方面的选举改革立法 警察改革和儿童托育等 同一天拜登也公布了美国家庭计划 该计划预计将耗资1.8万亿美元 并将收入最高的1% 纳税人之个人所得税率上限 从37%提高到39.6% 该提案是民主党人在短短三个月内 试图通过的第三个重大立法方案 这将使拜登议程的总成本达到6万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 拜登总统已成功地勾勒出了 未来四年激进的社会主义议程 这将困扰着每一位热爱自由的美国人 蓬佩奥在推特上写道 此前外界曾猜测 如果前总统川普决定不再竞选 这位前任国务卿可能会参与 2024年的总统大选 蓬佩奥写道 几乎所有拜登总统今晚提出的政策 都涉及更大的政府和更高的税收 这只会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 蓬佩奥也评论了拜登政府对中共的政策 敦促拜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确保美国对北京有竞争优势 他说 拜登总统说 他想让我们赢得21世纪的竞争 让我告诉你 向中国非公屈膝 将让我们输掉这场竞争 我们必须强硬而非软弱 拜登在演说中 概述了他与中国打交斗的例子 并指出他打算让北京 按全球经济中的共同规则行事 在我与习主席的讨论中 我告诉他 我们欢迎竞争 我们也不寻求冲突 拜登说 但我绝对清楚地表明 我将全面捍卫美国利益 美国将抵制削弱美国工人 和产业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以及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盗窃 拜登说 白宫没有立即回应 大纪元时报记者 对蓬佩奥言论的置评请求 拜登还宣传了两项 他最新的指标性提案 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 他在演说中 也阐述了应通过这些措施的论点 拜登谈到 美国就业计划时说 这些不能外包的高薪就业机会 在美国就业计划中 创造的基础设施工作中 近90%不需要大学学位 75%不需要副学士学位 共和党驳斥了该计划 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认为 美国就业计划是一份 自由主义者的愿望清单 是大政府的浪费之举 是一代人中最大扼杀就业加税行动 同时他说 美国家庭计划将带来更多的征税 更多的支出 使华盛顿更加介入人们 从摇篮到大学的生活 其他立法者 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 和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 也对这些泥义中的大型支出 表示担忧 斯科特还指责拜登 尽管承诺要统一美国 却进一步分裂了这个国家 我们的总统看起来是个好人 他的演讲中充满了好话 但拜登总统向你们承诺 一种特定的领导方式 他承诺要团结我们的国家 降低气温 为所有美国人服务 无论我们有没有投票给他 这是他说过的主张 你们刚才又听了一次 斯科特说 但是我们的国家 渴望得到的 不仅仅是空洞的层次烂调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知道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